嘿,大家新年好,我是老叶 本期视频是答应和同学出的上色教学 因为最近又得了新冠,现在才有时间制作 这里我准备了一个手臂的线稿 对,是手臂,不要多想 给线稿填充一个底色 现在把线稿降低一点透明度放在最上面 我们在上面假设一个光源 然后就可以上二分阴影了 先上实体的阴影 之后再去做云滑的过渡 这个二分很重要 可以在画好以后再对这个二分画出明显的快面画 这样子就变成了真的厚图 其实我理解的伪厚图跟厚图的区别 就是后者更着实描绘物体的体积快面画 看上去更浓重一些 二分画好了 稍微在关键点加一些闭设阴影或者卡点 这样可以增加一些重色 现在可以上色了 把底色换成深一点的漏色 阴影也要相对的着色一下 来处理一下线稿 把它也着色一下 明度调亮一些 不然看起来太死黑 接下来把不必要的线稿落化掉 这边我画红线的地方 也就是阴影比较重的区域的轮廓 可以多保留一些线稿 相反蓝色区域的线稿就可以落化掉 感觉整体还行 就可以新建涂层或者直接合并涂层 然后把这个线稿的过渡给它画出来 从外往里面画 转面的比较大的地方 可以加点重色 这边时间比较有限 画的没有很连滑 最后就是加点高光 大胆一点 如果太夸张的话 我们可以用蒙板或者橡皮把它落化 并做出光线衰减的效果 好 这就是本期的一个简单的上色视频 如果还想深入的话 就可以加点环境色 反光之类的 甚至可以多做一些长色之类的 这些以后有条件再讲吧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祝大家寒假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